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哦 哇哦 今天怎么会四大天王 都聚集在这 今天难得 今天开圆桌会议 哇 七龙珠取聚之后 要可以取愿望了 看似的 可以问一下 制作人为什么 我们今天会四个人 竟然会连妹出席 对 因为其实呢 今天是我们这个 第一季的这个最后一季 啊真的吗 对呀 总人短短相聚 要不然我们这样子持续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还是有一个段落 这一季未免也太长了 对 我们原本预计大概 已经快一年了 已经快冬季了 对 预计20出头啦 对 那今天可能大概26集了吧 对 哦 就是还是要一个 感觉就是有一个段落感 对呀 搞不好我们下一季 就是在讨论选举之类的 哦 我以为说下一季 就是下个礼拜 哈哈 这到底为什么要用分季 这样 其实也是啦 其实偶尔还是要换季一下 现在其实天气也慢慢变凉了 哈哈 东衣也都拿出来穿了 是这么说没错 呀 所以要换个心情 下次见面就是 可能就是总统选举之后了 哈哈 好的 废话不多说 哎 这话很重要啊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说 呃 接下来 呃 这个节目的各位会在忙什么 好的 对 的确啦 就是其实整个 原明台的这个新闻部 我们大家都在准备了 这个 明年的选战 选举的 对 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那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系列的这个报导 对啊 我觉得原明台一定要挖出一些什么 最有最有趣的那个政见之类的 然后比比刚刚或是最荒谬的政见 拿出来比我 但是有立法委员 我想这种东西蛮多的 光怪陆离 我很期待 我其实很期待看到这种东西 你用光怪陆离 好 好 那个是马坤弟夫讲的 OK 好啦 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还是要寒暄一下 就是大家最近在干嘛嘛 对不对 今天是最后一集 那我今天就好好的谈电影咯 OK啊 最近有什么电影 最近跟原住民有关的电影叫做花月杀手 讲的呢 其实是美国 我们叫做American Native 美国原住民 有一个族群叫做欧赛奇族 那这欧赛奇族呢 他们很特别 就是说 他们其实本来是在俄亥俄州那边的原住民 大家也知道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里面 一直把原住民赶赶赶赶赶赶赶到不毛之地 对 结果他们就一路赶赶赶赶往南赶赶到了 Oklahoma 奥克拉河马州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边定居下来 还把那个地买下来 殊不知那个不毛之地 真的是很贫乏的地哦 就种东西种不太起来 对 底下有什么 哦 石油吗 我乱猜猜中了 你猜中了 我还没有看 他们一下子跃升全美国最富有的人 然后他们的地呢 就透过权利金的方式给国家 或是采矿公司 对 然后去采矿 可是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年代 就是其实即使如此 他们拥有那个土地的权利 但是呢 他们在就是 在处理 处分他们的收益的时候 需要有白人 作为代理人 也就是说 呃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 就是呃 所以很多老白男 都想要跟 那个 原住民女性 对 因为他们如果 跟原住民女性在一起的话 女性 他们就有所谓的人 呃 人头全力金 对 那如果他太太过世了 或怎么样 那个白男就可以 继承 Yep 那反正就是这类的故事 大家就可以想象到 就是很多呃 心很坏的白人男性 就是会用这种方式 然后呃 去掠夺他们的 这个人头金 特别是 其实这个 这个电影里面 他当然是改编的 我要跟大家讲 电影是改编的 但是呢 它是出自于呢 一本呃 著作 这本著作是非虚构的 一个著作 也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去那个地方的 那个呃 奥克拉荷马州 然后在当地的那个图书馆 他就很好奇说 怎么在那个时候 那么多人 都莫名其妙病死 对 对 然后啊 很就是用各种 关快路由的方式 就过世了 嗯 那他就去追查 就发现 确实有可能有 有人就是为了要获得 这样的权利金 然后跟原住民女性结婚 然后又把 又是用其他方式 把他们 啊 杀掉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词能不能用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所以呃 对呃 当地的原住民来说 其实是蛮悲惨的事情 对 对 可是在在电影里面 大家可能比较能够视觉化 就是你可以想象吗 原住民变成最有钱的人 所以他们请的庸人都是白人 司机都是白人 有点像是 好像就我们大家那种 印象有点 想象对着翻转 就是想象当中 然后把它翻转过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想象那些白人 其实背地里 其实是很瞧不起原住民 本来就因为族群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并不是很尊重 多元族群的状况底下 其实他们 就把他们当成 就是在剧里面 至少我听过好几次 他说 他们不是靠努力得来 这些钱 对 所以呃 那些白人就觉得 他们有权 去获取 这些原住民 得到的权利金 嗯 对 不过我蛮好奇 因为虽然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有看到他的这个 预告 那这个 李奥纳多 他是演好人 还是坏人 你们 你确定要听吗 应该你要自己去看吧 你不用跟我讲结局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坏人从头到尾 他就让你知道 他就是坏人 嗯 他没有丝毫的 这种 遮掩 遮掩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些坏人 有很多的说辞 嗯 对 歧视 歧视原住民的说辞 然后强取豪夺的说辞 都有他们的道理 简单讲就是白人 应该获得这些 所以他觉得杀掉这些原住民 是应该的 天经地义 而且甚至是 就是基督教当中的上帝 所允许的 甚至是鼓励的 嗯 就看到泰森 隔天生病 对 所以并不是一个 我觉得啦 作为原住民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边看 其实有一种气到快要流眼泪的感觉 这是我的感觉 对 但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去看 因为我必须说 就是呃 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白人 也不是都是 每个都是坏蛋 但是那是一个集体的恶意 就在这个社群里面 这个社区里面 集体白人对于这个原住民的恶意 即使这些人 他们比较有钱 原住民比较有钱 但是这个 白人 还是打从心里 瞧不起他们 好刚才呢 这个马昆蒂夫分享这个电影 有提到这个歧视的问题 其实跟我今天要分享的 第一则新闻有关 就是最近呢 又有点燃原住民族人怒火的 歧视事件发生 而且是在新北市消防局的 义工惹意了 那这一位呢 罗姓的义工呢 同时他也是一位网红 那日前呢 他就在他的社群媒体上的发布了一个短片 那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短片 那其他的内容主轴呢 就是说要奉劝大家不要跟原住民谈恋爱 因为原住民只会喝酒又不会赚钱 整天呕吐给女人养不要脸 那当然这个他这个影片里面是提到 感觉上是他跟他之前的暧昧对象有关系 因为他之前可能有跟原住民交往的经验 那他因为这样的经验呢 然后他就拍了这段影片去评论跟原住民恋爱的这个过程 那这位网红呢 他还曾经是这个新北市消防局111年 这个猛男阅历的其中一位代言人 那么对此呢 这新北市议员宋雨珍呢 他在10月16号也在新北市议会咨询这件事情 他认为这个消防局呢 应该要有所作为来处置或惩治 那么宋雨珍呢 也提到现在这个台湾社会多元包容 但是还是充斥着各种的歧视 而且呢 这个网红他拍片看似是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 但是却表达出一种不悦的内容 那虽然目前台湾的反歧视相关的法规尚未通过 那么他认为这个行政机关 应该以身作则来杜绝歧视的影像 这个图片啊等等的相关的思想 那么对此这个在场的这个被询的消防局长李清安 他就表示 其实这个消防局宣传宣导科呢 在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呢 他就他们就查这个网红是谁 那他其实证实哦 这个网红他不是消防人员 他是这个消防救护之工 也就是易销啦 那这位这个自媒体经营者呢 他是不是过去可能跟这原住民有交往的经验有关 这个李清安表示他不晓得 但是呢就这位的这个消防志工呢 他其实这段影片对于全体的这个消防人员的 大团体的形象来说已经是很不得体 那么事后他们有联络到这个网红 那网红呢他在16号也已经把这个影片下架也道歉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不过我想问说他是在这个猛男阅历 对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消防局 因为消防局的男生就是都有恋嘛 所以像各地的消防局 其实每年他们都会出那猛男阅历 那他是其中他是其中一个这个帮这个阅历代言的 就是帮忙去宣传这个这个阅历的一个代言人 因为他因为他是义销嘛 所以他也帮忙去宣传这个代言就是代言这个阅历这样子 所以是女性然后去销 他是女生 对对但是他就这个罗清安局长 他从那个影片里面 其实他有这个女生有提到说他过去交往的这个原住民男生很高很高 但是呢都不会赚钱只会喝酒 那当然也是引起了一些社会的一些踏伐这样子啦 对马昆蒂夫有看到吗 现在是听你讲的 我是觉得怎么有一种很好笑的感觉 对 为什么 因为又是猛男阅历 对就我觉得好荒谬 我感觉好多好多的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他好丰富喔 他怎么那么丰富 我跟你说 其实我有稍微看一下那影片 你看到那个嘛 对 可是我会感觉到 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说什么 什么 原住民求心喔 然后什么表面上很厉害 然后我的感觉是 他很想要吸引引起其他原住民的注意耶 你知道吗 嗯 就那个言论很 很奇怪 我在骂你们原住民喔 你要来注意我一下 然后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那种 对因为这个像这次的事情啊 其实这个宋雨珍议员他也表示 这个 当然这个邀请这个所谓的网红 当猛男阅历代言人 不是消防局的错吗 那当然他们一定有这个行销的这个手法吗 但是网红的这个个人行为 在这个代言期间或任何的行为举止 伤害到这个社会或是这个原住民族啊 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形象 其实他认为这个这个消防局应该要做出惩处啦 那对此这消防局长李清安也说啊 这一件事情确实他也承认就是道歉 就是说哎 确实他们下面的这样的一个 虽然不是这个 虽然是义工 但是确实也间接对原住民造成不尊重 那他们也已经跟这个网红联系上了 这个这个影片也已经下架了啦 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原住民身份 在前阵子就是脑 其实不止这一件啦 包括这个我们近期回顾 像是在今年四月中一中的原游会 还记得这个大丸骑士的这个化学式的谐音梗嘛 那接着在这个台湾大台大的这个言论自由月 也有针对所谓的火帽四点零五账的白布条 那又到今年的十月又爆出 最近爆出这样的一个 呃所谓的这种 我觉得大家都好有创意啊 创意 你是说歧视 对就是大家可能没办法直接的去歧视 但是都透过一种引力 然后呢就把这个 虽然说就是 像化学式啊 对很有创意 但是这个居心不良啊 没有我的想法是说本来就是 呃在开玩笑的时候 有时候是本身他是带一种恶意跟贬低啦 通常很多人笑话就 比较不那么入流 不过你刚刚听到 我刚刚为什么说很好笑 因为我刚刚听到什么猛男乐力 然后又讲到什么 只会喝酒一直吐啊 在想说这是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是他到底是由爱深恨 还是说他真的就是看到他 以前男友吐 然后让他觉得留下就是一种伤痕 重点点也是你的个人经验啊 对 拓展到族群 对啊喝酒醉的人吐了 就是讨战了 你喝酒醉的人吐了 也不分族群啊 为什么你要特别说是原住民 我现在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笑话 或者是这样子引人注目的方式是对的 可是我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很荒谬 对 然后至于他代言的这个 因为他这样子一讲之后 如果这个消防员里面有原住民身份的 没错没错 他是不是要出来说 那以后你家私伙我不要救你 之类的 我不知道是 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说 我等一下就说 你特别去讲到那个族群身份 真的是很不妥 然后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还可能 你刚说他漂漂亮亮 因为我看到的版本都是脸被打马赛克 所以我不清楚是不是漂 对不起 长相是还 我觉得算是蛮漂亮的 反正就是可能打扮入室的女孩子 人家也觉得长得很得体 可是可能说话可能需要上一些课 刚其实Umas有提到 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在经营自媒体 那其实我有去看他的IG 他其实就是有在带货 或是那种行销自媒体 所以当然也有一些 原民团体有提出来说 难道用这种方式去吸引人去点阅吗 就是用原住民的这种歧视的方式去点阅 那当然整起事件烧尽的这个 新北市议会咨询台上 也让人想要拉高一个层次 再去观察一下这个所谓的反歧视立法的进度 那这个武党籍山地原住民立委参选人 Savon他在10月20号也号召关心的 关心这个反歧视立法推动的民间团体 一起到这个行政院前 用行动表达诉求 那这个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呢 也派出了代表来反应 就回应这个反歧视立法的这个推动的旗程 那么这个 这个行政院人权及转型正义处的这个参议林郁佳 他就提到 那其实在去年5月呢 行政院就有公布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那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就是要把这个研议把这所谓的平等法 就是这个反歧视法作为这个国家优先推动的人权事项 而且他也提到说 预计这个明年会把草案送给立法院 那么我在这边要想要问是 这个明年才会把草案送到立法院 但是我们明年2024就要大选了 那立法院就已经借其不连续了 那他这样子是 先讲到说他会挤案 但是明年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是觉得打上问号 他可以先抛球给这些 这个想要竞选的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是大家关注的 你们要不要来推一下 预计明年会送给立法院吗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可以啊 我觉得有所谓的一句话人怒原住民有没有 我觉得我最近听到有一句话真的会忍我 就是说原住民天心乐观 所以很多时候他说原住民天心乐观 然后就会讲这种有的没的 觉得我们会比较饶过你吗 所以你觉得我们比较能够开得起玩笑吗 我说在想会不会其实有些 非原住民的朋友是以为是这样 因为商人的言语 在任何族群里面都是商人的 那种商人的态度也是的 并不会因为天心乐观 所以你就可以值得这么做 好 刚刚一直在思考 渣男该不该谴责 为什么会有这个议题 我是跳出那个族群 那个身份的本位立场 来去直接去思考 就是两性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过这个可能跟我们刚刚的一个 就是说歧视的重点是有一些距离 不过也不用去深究 毕竟渣男是该被谴责 自己吐的东西要自己处理 好的 我现在这一则要带来是 针对桃园市复兴区长的 缺而不选的结果 来做一些分析 其实在新闻里面都有做过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做更充分一点 不过在做分析之前 可以先做一下相关新闻背景的一些 做再一次的一个提醒 因为我突然发现 也许真的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 真的还不晓得有这个补选 我就是不知道的人之一 我们现场四个人 就是有某个人不晓得 四分之一 好的 上个礼拜六10月21日 进行的桃园市复兴区 第三届区长 去补选 选举的结果应该大部分的观众 应该听众是知道了 就是由五党籍的苏佐喜来胜出 而这一次复兴区长的补选 由三个候选人登记来角逐 除了当选的苏佐喜之外 另外两位参选者 分别是代表国民党的现任 桃园市议员陈英 以及也是以五党籍身份 再一次参选的前任的区长曾志湘 那根据这一次桃园市选委会的资料 复兴区的现有人口是一万三千出头 那么在就是有投票权的这个人数 大概是一万零一百多人 那这一次的缺而补选的投票人数 有五千多人来去参加投票 所以投票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十点五 也算是蛮高的 就补选来讲 那所以经过开票的统计结果 各个候选人得票数 在一号的苏佐喜 他是得到了两千三百七十二票 那得票率大概是百分之四十六 二号的陈英是一千六百三十四票 那得票率差不多是百分之三十二 那三号的曾志湘 他也拿下了一千一百零三票 那选举的结果就是由苏佐喜来当选了 不过曾志这一次的补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市 每日新闻在当天的晚间新闻 就有相关的及时的新闻的报道 可是除了原市的报道之外 我们在部分的主流媒体 也有选举结果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报道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在联合电子报的部分 他特别下了一个主标题 就是变天 惊叹号三个字 来形容这次补选的结果 那为什么会说是变天呢 当然这和原乡地区选举传统上 被认为是蓝军 也就是国民党的票仓是有关系的 其实这一次就是说 我们谈到复兴区长的选举 并不是第一次选出无党籍的候选人 比如说以2014年第一届的复兴区区长的选举的当选人范振兴 他也是用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的 不过他的政党背景 整体来看还是蓝军 所以这一次苏卓席当选 被看成变天呢 当然也是主要是因为是按照他的从政背景 在绿色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 那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苏卓席这位候选人的背景 那苏卓席原本是桃园市在都会地区一所国中的校长 因为他在校务的经营非常的受到肯定 所以在去年郑文灿市长任内的时候 就获得推荐以民进党的身份来投入第三届复兴区区长的选举 那当然就是以结果来讲 就是说在去年的选举里面 苏卓席并没有当选 不过在五组的候选人当中 他是以第二高票来落败的 所以作为一个第一次参选的政治素人来说 他虽然说是出师不利 但是选战也是打得可圈可点 那苏卓席在落选之后 他原本是又回到原来的学校来复职的 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年底选举 执政党是在各方面来讲都是失利的 所以在今年的1月就有进行一个内阁的改组 那刚刚结束桃源市长任期的郑文灿 也一如外界预料的 就是进入到中央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这个职务 不过比较跌破原住民社会眼镜的就是苏卓喜校长 他也在6月初就接任了原民会的副主委这个职务 其实真的是相当令人意外 不过这样的人事安排 其实一般人也普遍认为 这是因为受到郑文灿的一个拔着和体系 所以让苏卓喜校长能够进入到中央原民会 只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桃源市复兴区的地方的政治生态 因为原来的区长就是尤正英生病过世了 而在整个生态上面来讲 就有很意外的一个转折 而在尤区长过世不久 其实曾志湘和陈英两主人选 就已经先后表态要角逐区长这样的一个大位 然后地方人士那时候也确实有在问 那国民党武党籍都出来了 那民进党这一次会推派谁呢 那如果会推派人选的话又会推谁出来呢 所以不管这个讨论的过程是怎么样 我们在九月初就看到就是报道 苏卓喜副主委要辞官投入补选的新闻被发布出来 因为被发布出来就是 这并不是副主委他本身做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宣布 而是透过那个就是民进党的方面 做这样一个新闻的发布 等于是说苏卓喜他的位置都还没坐满 说起来也只有坐三个月 他又要转换跑道 而且是要去担下一个选战的这样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 那当然就像前面所讲的 我们说原住民地区的政党倾向 基本上就是支持蓝的 所以苏卓喜他虽然到中央人民会 这样短短的这样历练一圈 并不保证说他回国再投入地方的区长的补选 就能够对他有加分 而且特别是这一次的竞争对手之一的陈英市议员 他不仅是四联霸的当选议员的基层实力 而且在桃园市政府也在去年年底 就是由国民党再次政党轮替了 所以可以说是就陈英一般人的观察 是觉得他是胜券在握 可是选举的结果揭晓之后 就是并不是如这样子一个先前的一个研判 所以也有此一说 就是说这次是因为陈英是代职参选 造成选民的观感不佳而落败 但是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解释 苏卓喜这次可以能够胜选出现 那谈到苏卓喜为什么会赢 那其实刚好就是前几天 也是跟一位复兴区的牧长 牧师有做了这样一个聊天 所以牧师刚好他就分析 他大概可以分成几点 第一个就是说 而且可能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突破元乡政党框架 最重要的动作就是苏卓喜 这一次是脱下民进党的党籍 而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来参选 也就是脱下绿袍 然后以白袍来出现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从竞选团队的组成来看 苏卓喜是相当成功的 集结到青壮年的选民的支持 而且我们一般来讲 就是说青年世代 年轻的世代 对于去松动既有的政治结构 是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期望的 那第三点就是比较敏感一点 就是以复兴区的人口结构来讲 大概三成是非泰亚族的汉人的选民 而这就要提到苏卓喜校长的另一半 他是一位汉人 所以借由这一位贤内住的大力辅选 在向非原住民选民做诉求的时候 多少也可以达到相当的一个效益 那第四点就是苏卓喜两位夫妻两个人 过去在教育界的背景 也是比较容易取得原乡地区的 公教人员的信任还有支持 那第五点就是从苏卓喜的得票分布 可以看到是有前三地区各里 他南瓜了优势的选票数 打下这一次制胜的基础 而对对手的成因 因为他的大北营是在后三地区 虽然说也是赢了 但是也只是小赢 就是只有些微的领先 那第六点就是说 这一次可以看到长老教会的人马 大力的辅选苏卓喜校长 这一次苏卓喜 他特别是邀请奥密维拉穆斯 来作为竞选总部的主委 所以在教会的整合上面来讲 等于是说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不过教会系统 其实我们来观察过去的选举 并不是每次选举都会这么团结 投给特定的一个支持 就是说候选人或是竞选人 而长老教会在这次的补选 为什么能够大团结呢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很值得玩味 就我的观察来讲 我觉得这和七月一号的 主语教会的政策 正式启动 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 因为对很多对教会来讲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教会的牧者 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主语教会的这个奖励计划 他不仅把教会作为政策推动的对象 而且也投入了实质的预算和资源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一个政策的推动 其实也肯定教会长期来 对主语文化附赠和传承的贡献 还有地位 所以复兴区长老教会的系统 这次全力支持苏佐喜 也是说对执政党 他推出这个主语教会的政策 来表达一个高度认同的一个具体回应 OK那我觉得我在听到这个金玉田这样分享 我觉得他当选也不是说那么意外吗 因为其实他就是在这次九合一他也有参选 就是仅次于邮政英的第二高票 所以他的基本票盘就已经很好了 再加上呢你又被被拔着当副主委 刚讲到如果说那个7月1号原住民族的 这个相关政策 他又刚好是担任副主委的重要官位 那第三个我自己看到 我刚刚那个金玉田有讲到就是 陈英他是代职参选 对这就做了一个对照组 对就想了解说如果说陈英当选的话 他辞职的话那个议员那边会补选吗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选爸爸规定 就是说同一个选区 你必须要二分之一以上的缺额才会补选 那以就是桃园市就是三地原住民市议员的选举来讲 是只有三席 所以如果一席辞去了 然后呢还剩下两席 可是这两席也只是三分之一 没有到达二分之一 也就是没有办法补选 对那这样听起来 其实我是选民可能也想要顾及最大的利益的话 这也是一个考量 说真的耶 我要感谢金玉姐带的这个信息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苏卓喜是谁 天哪 对我这样说 你太夸张了 这个真的在世界的角落发生蛮多事情 而且大家就 而且我刚刚聊的这么起劲 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格格不入 不过我觉得下次我看到苏卓喜 我就说谢谢你 我真的认识你这样子 而且特别了解你这个选赢的这个一个消息 不过呢 越在地的新闻 我们也要来一下这个国际的新闻 所以今天四大天王齐聚 所以我们的新闻的内容都比较扎实一点 那谢谢大家 作为感谢我们听众 就是那么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得更多更扎实 不过接下来的新闻 其实回到就是现在国际当中呢 最关注的一个消息 进行事 对进行事 那其实也是蛮沉重的 也就是以巴战争 以巴冲突 有的人是不用战争来形容它 因为有的人觉得呢 以色列用就是可以说是压倒性的武力 在攻击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的部分 他认为这是一个 有人认为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 可以说是冲突 他们觉得是用冲突来形容 因为甚至因为觉得巴勒斯坦人其实没有力量去抵挡以色列的一个攻势 但是我们要回到10月7号其实是哈马斯政权 他们就发动了这个突袭 然后在以色列这边呢 就是杀害了将近1400多人 大部分是平民 而且还去就是俘虏了200多位的这个人质 那目前我就是要针对呢 到2023年10月24号为止 这个一巴战争的一个要点的整理 我们知道在 其实在最近23号的时候呢 以色列针对加萨走廊 300多个目标进行轰炸 那这个大轰炸 从最开始的这个反攻开战以来 到现在为止 加萨走廊的伤亡人数 已经破了5000人 而且持续的攀升当中 然后在大家在社群媒体上 或在新闻上应该都看到这些讯息 那在报导当中 外电有指出 因为大部分的伤亡者是儿童 那加萨的几家医院 在面临空袭之后呢 因为很多的伤亡者 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 容纳病人 甚至太平间也人满为患 面对如此无情的战火 加萨地区的一些父母呢 甚至开始一些行为 就是在他们的孩子的腿上面 写上他们的名字 因为方便他们在未来 因为这个轰炸是持续的 然后希望在日后呢 如果孩子真的不幸遇害了 可以更好地辨别他们的身份 然而呢 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视上 或在外媒的一个消息上面呢 是说在尾巴边境的以色列军队呢 有些是按兵不动 那我们有接触到一些讯息啦 是说已经有攻进去 但是并没有一个很 很全面规模的一个进展 对于加萨走廊 这边对于哈马斯的攻击 然而呢 这个以色列现在他们也真的很 也在就是蜡烛真的是多头烧啊 我们他们除了他们的战线 除了是在加萨走廊之外呢 其实北方的尼巴嫩呢 有所谓的真主党啊 这个武装团体 也在北 在以色列的北方跟他们交火 而且越来越频繁 这是尼巴嫩自2006年以来 跟以色列最激烈的交战 而且现在似乎有往更严重的方向 去一个发展 那根据路透社报导啦 巴勒斯坦这个 伊斯兰主义团体 哈马斯武装的分子呢 自从本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后呢 其实以色列我们大家知道 刚刚就听到 都对加萨走廊进行 暴富式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国际移民组织有表示 自从10月8号以来 其实他们发现 有很多的人口在移动 在黎巴内境内呢 就有一万九千多人 将近两万人 是流离失所的状态 那在以色列境内 北方的这些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他们也呢 因为在北方有 跟北方有交火 他们也往南逃离 其实这个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当中 人民是最可怜的 他们必须就是不断的流离失所 那现在呢 国际的情势都有点担心 就是说这个 以巴的战争 会不会演变到 变成区域的战争 越远越烈 甚至变成第三次 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线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其实在这个 欧美这边的战线呢 除了这个以巴之外 还有就是乌尔 那现在就很担心说 这个区域战争越滚越大 会不会有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风险 那 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Google这边 Google他今天证实了 由于以色列可能会对加沙发动 这个地面的入侵行动 所以这个Google呢 就谷歌啊 暂停所谓的Google Map 谷歌地图 还有Waze 位置所提供的 以色列及时交通状况服务 那本来只是一个谣 只是一个传言啦 不过因为那个外媒CNN 就是去跟谷歌 他们做确认的时候 谷歌地图的发言人 确实说因为 现在在冲突的状况底下呢 然后该地的情势 不断的变化 为了对当地的社群的安全考量 谷歌暂时禁用 查看及时交通与繁忙程度的功能 也就是 其实大家知道 就我们如果出去 现在大家如果去旅游 也大部分都会用Google Map 用谷歌地图 那这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说这些交战的人 也可能会用到他们 为了避免他们使用他们的服务 然后 去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情 对 去做这个伤害平民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先把谷歌 地图关掉了 其实事实上在去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谷歌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啦 就是说在乌克兰里面 也不提供所谓的这个路况资料 那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 好像是越演越烈的一个战争情势呢 那有没有所谓停火的可能呢 在美国的总统 其实他是有发出他的声明 他认为呢 哈马斯应该要先释放人质 他们他在才可以再谈所谓的 以巴停火协议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两百多人 这个被哈马斯抓去当人质 那这些人质 其实哈马斯有慢慢在放一些人质 但是目前以色列那一方 还有就是美国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这么说 因为还有两百多人在他们的手中 对 也不知道他们大部分活的怎么样 所以说现在这个拜登 美国的拜登总统呢 是希望呢 这个先把人质交出来 再谈论所谓的停火 那再进一步的去谈论 就是美国的这个领导人 方面的意见呢 其实美国前总统欧巴马呢 也罕见了 因为他已经 已经不在不在位了 他也很少针对外交问题 提供任何的意见 或者是想法 但是针对以色列对加萨走廊 断水断电这件 断水断粮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是有意见的 他认为呢 以色列这样的做法 会很难获得国际的支持 因为你这样断水断粮 其实伤害的是加萨走廊 情况已经非常危急的平民 确实会造成所谓的人道危机 对 那我们其实需要在新闻当中 跟大家谈到 为什么加萨走廊 就是以色列就不是想要把 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或者是没有想要把 那个关口打开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打开了这个关口之后呢 这些资源流入哈马斯的手上 对 这些食物或者是相关的资源 他们是希望这些东西 真的是能够到平民的手上 需要的人 然而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状况来说 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在媒体上面 他一些外媒的一些消息上面 他有一些图像上影像上 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难过的一个发展 对 我觉得看到这些战争 他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是影片 我觉得可以去 让我们可以体会到说 战争是多么的可怕 而且当你有家人 那现在假如说我自己可能有小孩嘛 你看到很多那个画面 呃那个 这个叫什么 那个 仅存 幸存者 嗯 哇他可能就是小孩 他面对着镜头 哇非常的紧张 一直在发抖 你就觉得哇 非常非常的于心不忍 但是呢 这个状况 他不是只有一两个个案 他是上千上百 上万个家庭 就觉得 呃 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战争离我们很远 对其实在呃 包括像是在我们之间的台海的这个关系 呃 对于这个战争 都不要觉得呃 非常的轻易的看待啦 要很重视这个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嗯 必须为他们祷告吧 嗯 还是谴责恐怖主义吧 对啊 一定要谴责恐怖主义 特别是对平民进行的滥杀行动 好那最后呢 我这边要分享的 也是可以帮助大家转换一下心情啊 主要是谈到的就是我们 呃 这个山川地理 回复这个 竹敏的这个 的这个 相关的新闻 那大家知道这个保安岭呢 就是政府哈 就是特地为这个森林环境 然后设置了这个保护岭 那当中的一些像是动植物啊 或者是这些树冠啊 枝叶啊 他就能够保护啊 这些雨水能够留住 然后保育这些山林的这些啊 这个划分啊 最后保安岭 然后呢 在这个阿里山啊 达大一股桥的这个尽头呢 那边就是有一破 有一片这个很茂密的这个森林 那这个是目前这个农业部林业 及自然保育署 他编定的第195号的保安岭 那他这个区域呢 其实是横跨这个阿里山 走组的这个三美部落 跟里家部落 那这次他们有一个创举 就是让这个保安岭呢 他不是只有一个很 很这个 很 冰冷的这个数字 1915号保安岭 他就呢 这个全国首创 他在这个保安岭呢 因为横跨两个这个部落 他就用两个部落的文化 这个当地的这个族人 他们来命名 那就是分别叫命名叫 达大一股保安岭 还有这个 绝绝师保安岭 对那绝绝师 是不是应该请达大一股来念 对啦 这个绝 他是叫绝绝师 但是念起来是要绝绝 绝绝 绝绝就是那个很多张树 张树 那通常在周语里面呢 如果很多的话就会两次就绝绝 就重复这样子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钱我们叫杯数嘛 很多钱 对 杯数 杯数 没有 很多钱怎么念呢 猜猜猜看 是皮卡皮卡吧 没有啦 他是叫 对 就是很有钱的人叫 啤啤数 这样子 很多山 张树 对 很多张树的地方 对 然后呢 这个林叶鼠的嘉一分鼠呢 他这边就有分享 然后这个保安岭就有三千多公顷了 所以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取名呢 啊就特别呢 请这个部落啊的这个猎人来召开了这个会议 然后就听他们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对主人来说啊 不管说我们大家提到这个保安岭啊又是林务局 当然想到就是说这以前的土地本来就原住民主的 现在被这个政府这个在管理嘛 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共共管的机制 那慢慢的在做解套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很良性的互动 那在这样的一个啊取这个传统地名 我觉得他是很很很棒啦 就是他保持了这个自然景观 也让大家知道说哦 这个土地 他的传统在当时呢 这个有这个周族的猎人 或者是呃原住民在这边生活 然后当时他们依据了这个呃在地的这个特色 呃很多的动植物 然后他们来取了这个地名 所以我们加深了对这个传统土地文化的这个认识 我觉得这是他很棒 或者是说呃有别以往的这个呃 跟这个政府互动的一个过程啦 这边把这个这个小小的新闻分享给大家 哎总要有一些回应吧 不是政府好像要做节啦 真要讲回应的话还真的会有一点点批判性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我们需要 哈哈哈哈 一点点 其实原住民最最在意的 不只是名字啦 对 回复到我们的传统的呃地名 哦三川的地名 但是我们更在意的就是 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管理的权利 没错 对我们能不能再重新回复到过去主人的地位 嗯哼 那对于就是说呃就是呃呃 义古或是Jazz的当地的在地部落的主人来讲 他们对这片山林的管理的参与程度 可以有多少 能不能因此而增加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主人更关心的议题 更实质的 对 更实质的 而不是只是有一个名字口惠而不识 不过我觉得用传统名字 去命名这两块保安林 一块那是一块保安林 一块它不是两个吗 一块然后又取两个部落的名称 两块部落 你刚刚怎么没有讲清楚 我的错 没有啦开玩笑 那个听众们可能也会 我觉得我自己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用传统的地名去命名这些地方 其实它会反映出一个就是传统的 maybe像文化 就是自然生态的文化 自然主权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觉得算是蛮不错的 至少是一个 一个好的开始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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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像金玉姐刚刚说的 确实也真的比较更实质的内容 是我们更希望可以达成的吗 或许在不久将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实质的 共管的机制出来了 对 光是你看我就这样想 要是这个保安灵跑出来一只三枪 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个 从神话里面走出来的生物 这九九十灵出来的 你会觉得 这个就不叫三枪 它叫什么 我就有个想象 神兽吗 对 世代班公出报告 世代班公出报告 轮三班待遇低 让许多护理师出轴转行 平均一年流失五千人 第一线护理环境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多年来 护理与住产 成为族人职哑规划的选择 为了解决护理人力困境 政府祭出夜班加级 降低国考考题 并倡议未来推动三班互并比 以及总统参选人提出 从教育端增加护理招生名额 希望来直写 族人怎么看 更多攸关护理师第一线严峻的考验与困境 邀请您收看每周三晚间十点首播的 人世世代对话 各位听众 虽然说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 但是如果你还有想要讨论的议题呢 很多 对很多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下方的留言处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 说不定 如果我们还有下一季的话 你想要了解的原住民族议题 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哦 而且我们真的会真心安排讨论 那我是布农族的马昆迪 我是达燕的瓦记 我是周族的丹尼峰 我是乌玛斯 好我们就下一季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帅达拉 再见 再见 bom ange